因為我要覺得 真的要對別人有好感度的話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要面對面帶微笑 微笑真的很重要 但我覺得 對 我是這種人 會沒有靈魂 就像你 會乾掉... 沒有...我始終是靈魂一直都在 沒有 你沒有 我會跟著你 我會沒靈魂 你知道久了之後我也會沒靈魂 那你示範什麼是沒靈魂的 這樣 因為我每次 你知道其實明哥很會說話 然後我都會聽他這樣 我會笑 我覺得他真的講話太好笑 都會開始放空 他很好笑 我就這樣 然後想說笑久 我想說臉一直呈現這個笑 然後叫我接話的時候 我想說那我要講什麼 因為他一直在笑的意思 對 因為我想說 我到底還要再講什麼呢 我就會乾掉 你知道嗎 就會放空 OK啦 越來越好 有啦 他真的把我帶出來 我從射孔變 已經像射牛一樣 我跟你講 笑是這樣 笑要請教專業人士 你知道嗎 像那種飯店的服務人員 那個笑 你不能讓人家覺得你沒靈魂 對 要燦笑 可是還要真誠 對 剛好我們現場就有飯店服務人員 對不對 誰啊 這邊來了 真的假的 妳姐在哪裡服務 我以前在 文華東方 對 所以我們 我們很貴 所以我們也要看起來很有熱情 但我們又不能 我們不能跑 我們絕對不能跑 即便你已經手上有十張單點 也是這樣 走很快 但不能跑 但是我們 對 然後我們的笑容 如果要擠的時候 也是這樣 有事啊 夾著 不可以 不可以 我們都是這樣 我們都是這樣在外面 是這樣拿著頭盆好不好 然後推開 這麼久 怎麼會 那你會拉肚子 要拉肚子 要拉肚子 要拉肚子就算 不行 你要這樣 你可以這樣扶著 拿著嗎 流出來了 對 稍微夾一下 等一下... 稍微夾一下 但是你一定要推開 那個後台的門 我希望我們不能用手推 對 我們要這樣進去之後 我們就有可能 面對客人的時候 就不行就對了 不行 絕對不行 然後即便我們有時候 太累了 有時候什麼三百客 三百個客人的時候 然後你已經這樣 的時候 然後你的耳麥就會 然後這樣 笑 給我笑 給我有人這樣笑 笑 然後就馬上 而且你不能夠緩散 你不能眼神這樣 很緩散這樣笑 你一定要很 看著客人 好累喔 要教我們怎麼笑 好 教我們這樣 所以後來真的 因為你這樣子每天笑 我們一個餐期三個小時 你不能下來 所以後來我那個空姐朋友 就有教我 我們可以拿出一隻筷子 快拿出大家的筷子 變成教學 一隻即刻 你要放在你的嘴巴這樣 咬住 然後你要碰到那個臉頰喔 迷豆子喔 這樣子 你追腳好像沒看 他們真的這樣耶 真的 我還以為是你胡說八道的耶 沒有 我沒有胡說八道 但是這是早上航空 一個航空公司的那種 沒錯 而且這樣子你就可以練習 因為其實我們色孔真的 已經不敢講話 可是我們又很怕臉臭 會得罪別人 所以基本上贏得別人好感度的 就是閉嘴放空微笑 錯囉 你這樣子 真的你這樣練習 你的那個嘴唇的那個肌肉 真的是會練到 那有什麼訣竅嗎 就 因為你這樣碰到臉頰 然後你就可以用筷子 來調整你嘴 那個 這樣子 不能一邊高一邊低喔 OK 你要練習 好低退喔 要讓它是同一個角度 這道對長輩超有用 我功夫 我多喜歡我 可是這樣算滿比較好 比如說 也不能歪嘴 等一下 比如說好 我現在這樣喔 拿掉啊 沒有 你嘴巴就要閉起來了 拿掉嘴巴就閉起來了 看起來超僵的好不好 這樣看起來很僵 超僵的 對啊 不是 你拿掉嘴巴就要閉起來 他為了避免弄巧成組 我那麼容易就喊著去見長輩 他剛剛那邊 太可怕了 不是 他最主要是練習 鍛鍊你的臉部 玉琳哥他自己就會笑得很開心 所以他都完全不用擔心 他完全不虛喔 你還要教我 我還想教你 對 真的 來 傳授個兩招 那就是你要發自丹田 發自丹田的 就是穿過你的心靈深處嘛 所以你嚇不得要喝喝喝那一種 嘿嘿 像我們這樣 太可怕了吧 我覺得這樣我婆婆會不喜歡 會在下 你要想 我還以為菜裡面有毒 閉嘴... 不要笑這麼大聲 聽完大家一輪以後 每個人的招數其實都各有各的特色 其實都滿好的 但是呢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招數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好 如果你要真正讓人家喜歡呢 其實要靠的是 因為我之前就有特別看了一個 有關香味心理學的文章 然後它裡面就有提到說 其實人的嗅覺系統 跟大腦的那個情感 和記憶中心 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香香的 別人真的會比較喜歡你 因為香味就可以觸發它的記憶 然後觸發它的情感 像我原本之前沒有什麼味道的問題 自從生完小孩以後 我小時候想 不知道是荷爾蒙 還是內分泌變化的問題 我就發現 好像 身上開始會有一些體味 然後更麻煩的是 真的喔 因為生完小孩真的會 真的 而且更麻煩的是 妹妹好像也有點味道 因為生完小孩以後 不知道為什麼妹妹變得很容易感染 感染就會有味道 那我自己本來就已經色控 而且剛生完的時候 還有點胖胖的 就已經沒自信了 所以呢 就加上身上有味道之後 我就變得更色控 會這樣 我每天都疑神疑鬼的 我很怕人家靠得我很近 就是每次有人跟我打招呼 我都會嗨 然後我都離很遠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我幹嘛這樣 跟你打個招呼 你幹嘛不靠過來 可是其實是因為我很怕 自己身上的味道被聞到 那我之前就有跟一群媽媽朋友 出去聚會的時候 其中就有一個媽媽朋友 就 她就自己提到這個問題 那我就等下問她說 要怎麼辦這樣子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其實呢 有一個東西 它是可以 大大的改善 意味體味的小法寶 然後她就推薦給我這樣子 那這個小法寶 它可以讓女人 無時無刻持續生發 天然的體香 這個我覺得不只是新手媽媽 其實每個女生 都最好是香香的 會比較 所以我今天就有把這個東西帶來 讓大家可以 香一下 太好了 來 一起來香一下喔 其實真的 剛生完小孩 真的是會有一些體味 對 那尤其是我們生完之後 都會有一些 對 然後再加上其實 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說真的 那種味道真的也滿凡人的 很困擾 荷爾蒙是一個原因 然後有時候 吃什麼也是有關係 真的 英文講的 你吃什麼 你就變什麼 印度人 愛吃咖哩 對啊 所以你經過印度人身邊 咖哩味 真的 辛香料味 就因為天氣冷 我就愛吃羊肉爐 我經過我身邊 對 她就覺得 怎麼都是羊燒味 然後我還 阿妹 好配合喔 雖然玉琳哥這樣講得很荒謬 但是我不得不說 玉琳哥說的是對的 對啊 因為吃什麼東西 真的就會散發什麼味道 那像我自己呢 現在就是靠這個 口膚行動香水 來改下一位 超厲害 對 非常的厲害 那這裡面呢 是有滿滿的 高濃縮精華 比如說 它有日本國際專利的 柿子萃取 然後還有 天山雪蓮跟百合的萃取 那這些成分呢 都可以有效改善 提味的問題 像是減低你的汗臭味 口臭 腳臭的問題 但更重要的是 女生 咩咩的意味 也都能夠得到改善 然後因為它裡面 還有添加很多 婦科的保養聖品 像是蔓越莓 聖結莓 洛神花跟月見草油等 那這些東西呢 都是能夠減少 女生困擾的 譬如說女生有時候 夏天可能 或是褲子穿太緊 就會癢癢的 會有一些分泌物 那它都可以有效改善 那只要這些 肺科問題改善解決了 你自然就不會有什麼意味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 這東西我持續吃了 一段時間以後 我發現 身上 真的會有淡淡的香味 除此之外 產後女生的那個妹妹呢 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會變得比較暗沉 而且會有點乾燥 但是我覺得吃了以後 它也是有改善 非常的厲害這樣子 你看 那這很棒 我跟你講我小時候 就是有同學身上 是有味道的 然後你知道小學 大家都會去打籃球幹嘛的 他回來 他就是覺得自己有味道 他就噴香水 混在一起 超酷的 超酷的 所以說真的 真的要從體內開始做 內而外 做調整 然後由內而外散發 那種香味比較重要 我也想問啊 它是一般那種 婦科保養品嗎 有什麼不同 身體期來的話可以吃嗎 當然 身體期的時候 更應該要吃啊 因為很多女生來了以後 身上 身體期的時候 會有一些 體味變重之外 驚血的味道 也會有最可怕 口服行動香水裡面呢 它剛剛有提到 它有很多 婦科保養的成分 那都是經過 實驗證實 真的 對於這些私密保養 是有效的 而且它是非常 全效型的專利副方喔 而且呢 它是這種 軟膠囊的劑形 小小一顆 非常好吞 完全不會卡喉嚨 那我覺得 婉兒妳可以稍微 要靠近我 聞一下 現在妳會發現 我現在靠近妳嗎 對 來來來 我來聞一下 聞看看 聞看看 真的有淡淡的香味耶 是不是 哇 好神奇喔 女人的福音啦 對啊 重點來了 要怎麼吃啊 像這個呢 一開始如果症狀嚴重 譬如說體味比較重的時候呢 就是睡前兩顆 那像我現在 我覺得狀態滿好的話呢 我就是一天一顆就好了 但是如果像我熬夜 或是我生理期來的話 我就會變成那個 一天還是吃兩顆 那我發現呢 目前吃了一段時間 就覺得 體味真的消失之外 更神奇的是 像我上個月生理期來 我發現 然後像 生理期前不是會有 那個分泌物很多嗎 那時候都要用互點 但我現在不太需要了 那生理期來 不是有那個驚血的味道 剛剛有提到 還有體味變重 大家真的不要以為 只有夏天才會臭 其實像冬天啊 天氣這麼冷 我們包緊緊的 還會穿什麼發熱褲 哇 穿什麼緊身牛仔褲 哇 那個悶住的味道 更可怕 但是我現在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像我以前買衛生棉 我都要買有香氛的 那我現在就不需要了 所以這個口服行動香水呢 調理身體呢 你不止咪咪香 全身都會香到不行 那這樣子 不管是射牛還是射孔 我覺得 身上都要香香的才會 味道好就好一點嘛 對啊 味道很重要 老公 他就無法抗拒這種神奇的 香味的魅力 你知道 那個香水 畢竟是外面附著上去的 對 那這個吃下去 是 由內而外散發 體內 我覺得是真的很厲害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